你是用哪支者发的信息啊 啊 啊啊啊 是这支吗 这不是不是这支 那就是这支了啊啊啊 我求你你饶了我 饶了我 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当你们狼狈为奸的时候 怎么就不想想之后的事了 啊 天 大师姐 三师姐 走啊 大师姐啊 大师姐啊 您怎么来了从小到大 一出事就躲在你三师姐和四师姐的身后 你还能有点出息不 大师姐 小枫现在也特别难受 你就别说他了 你给我让开 等我收拾完他 我再过来收拾你 我不让 小枫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给我滚出来 小枫 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 难怪师傅交代你的事情都做不好 是我辜负了师傅的期望 你小子 也有吃饼的这一天啊 贵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还是留个血 大面跟他说吧 太威力了 竟然都小辈子都下手 我要亲手回来的 他们年纪都大了 还是要年轻人处理吧 看看 快放了我师师姐和杨老 一个 是陪伴你多年的师姐 另一个 只是你师傅的老友 看你怎么选择 两个都给我放了 年轻人 脾气倒是不行 我只给你三个小时时间 晚上八点 故事集团 天台见 看我干什么 我老狗不老土了 可不行啊 现在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是的呀 该怎么办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 我就不信我们几个 打不过他一个 放心吧 谢谢你 你们说 那小子 会在你们中间 做出怎样的选择呀 他就什么样的选择 我不知道 但是你 一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祸不及小费 你就放了这丫头吧 就你 你也有脸说祸不及小费 想当年你们这些人 是怎么做的 都忘记了吗 你如果想要我这条老命 就拿去吧 我呸 你想那么容易解说没门 我让你带着痛苦孤独终老 不如你从了我 我也好保你一条命啊啊 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顾大小姐 叶峰那小子肯定会选这个 那个老头子 不如你从了我 我也好保你一条命啊啊 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别给脸不要脸 李泽 我说你怎么一天竟想着那些龌龊的事 又不是你 咱们李家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啊 我 为了一个女人 办得着给孩子是这么大心 别说是一个故事 那小子的几个师姐都是你的 四十姐你没事吧 四十姐你没事吧 狗东西 我看你还能嚣张了什么时候 等一会啊 你这师姐们都是我的了 你他娘再胡说我打烂你的狗嘴 好大的口气 我说过 他们谁生谁死 选择全在你 我两个都救 快把我放了他们 看来你还是没有想 这样吧 我替你做决定 如何呀 顾大总来 可惜呀 你要推就推你废什么话 快过住手 快过住手 看来 你是有选择了 既然如此呢就啊 老实点 老实点 住手 你是选择这个老东西了 小丫头 你这个师弟 看来是不喜欢你 默默唧唧你算什么男人 你给我住手 师姐 该怎么办 你四十姐不是说了吗 默默唧唧算什么男人 给我撑 你给我撑 给我撑 他留着干嘛赶紧上 哇 你来干嘛 你让开 张老你没事吧 丫头 多谢胆心 三十姐 四十姐 你们先照顾阳老 我去帮大师姐的二十位 就你们三个 让那两个女娃子一起来 对付你 我们三个就可以了 一对三的感觉 是不是很爽 卑鄙 卑鄙 你个老公子 在这里你就是最卑鄙的人 喝药 喝药 我去 你也太不耀脸了吧 还喝药 比起你 我还差得远 小丫头 还是先担心担心你们自己好了 小丫头还是先担心担心你们自己好了 老疯子的徒弟也不怎么样吗 你知不知道吃这么多药 会对你身体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 你知不知道吃这么多药 会对你身体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 你觉得这会儿我还在乎这些吗 老疯子的徒弟也不怎么样 少废话 继续 你这废 你让开 小伙子 这是我们上一辈的恩怨 就让我跟他来个了断吧 你 帮了他们 我任凭你处置 就凭你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和我谈条件吗 都是我们当年做的孽呀 你现在和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现在就让你看着这些人在你面前一个个的消失 放了他 你给我原地待好 你再敢乱来 我让这些人消失的更快 你再敢乱来 我让这些人消失的更快 你把脚给我拿开 看来我是低估你小子 我说 把脚给我拿开 我要是不拿开呢 小伯 你让我越来越好奇了 你伤了我师姐 要消这么快就消散 不可能 除非那小子更强 你小子竟然是 你看出来这小子的真身份了吧 不要说是你了 就是老疯子来 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给我闭嘴 我希望你能放下心中的仇恨 放下 咱们 你这小子还在装饰 赶快起来给我练锅 给我练锅 师父 你再敢着打小锅 小熊我把你胡子给扒光 哎呀 老头子老了 不如这个小东西呢 h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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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醒来啊 这不是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体力消耗的有点严重吗 是吗 我看你就欠大师姐管教 是不是啊 还是你别笑了 你这笑笑跟下 是吗 还是你别笑了 你这笑笑跟下 是吗 小邦 我当着所有师姐的面 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如何回答 大师姐的问题 我要是有半门作业 我天打五雷红 好 那大师姐问你 这四位师姐中 你最喜欢哪一个 只能选一个 大师姐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 少废话 赶紧说 你们年轻人这事 你们年轻人自己去解决吧 说 说 说 谢谢观看